謝謝主席,我們請部長 委員好 部長,我記得你新任之後 我也曾經質詢過 你們現在內政部組織法裡頭 國土管理署裡頭 為什麼沒有把住宅放進去 現在住宅這個問題非常非常的複雜 沒錯 有高房價,有住宅補貼,有住宅品質,建築管理,社會住宅,還有都市更新 不動場課稅等議題,對不對 沒錯 很多很多 那前五年五都選舉 新北市北市你們就當選舉的時候你們就紛紛提出一個 什麼社會住宅公營出租住宅等政策 那銀建築呢,又推出合宜住宅 財政部呢,推出銀法住宅,學生住宅 內政部又是一個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 青年安心成家方案 財政部也推出一個青年安心成家方案 真的是 實在是一片混亂耶 那你們現在對整個住宅的問題齁 我在上次,前一陣子也問了江部長 他們一直表達說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那麼李部長也願意你也表達過 那現在為什麼在組織法裡頭 只有國土規劃管理署 加一個住宅有那麼困難嗎? 或者是你弄一個署或者是跟一個局 跟住宅有關的裡頭都看不到啊 住宅這麼重要 你看人家國外日本有國土交通省住宅局 中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住宅和城鄉建設部 美國有住宅及都市發展部 香港有房屋署 新加坡有住屋及發展部 那我們現在正要把 現在在內政部組織法 這個時候是最好的時機 為什麼不能把住宅這兩個字放進去 署長 部長 我想國土管理署它涵蓋了業務 其實住宅當然是它非常重要的業務 當然是我們當初有考量說 要是把所有的重要業務都擺進去的話 那這個這個署的名字就會非常長 但是國土管理當然它裡面 它有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執掌是因為住宅 那裡面至少也要有一個署或是一個局 專門來管住宅問題啊 我們有一個組 你在哪裡有這種功能 在國土管理署裡面我請 六個組 國土管理署裡面有六個組 有一個組就是在負責專門做住宅的 有住宅這兩個字嗎 我們希望把它提升來 因為這個部分很複雜 提升的話會牽扯到它的 你牽扯到很多的住宅的方式嘛 社會住宅啊對不對 還有它的品質啊 還有它的社會住宅 它現在不是只有你房子推出來之後 它裡頭還有管理 所以我們有一個住宅管理組 在我們的國土規劃署裡面 你只有一個組嘛 你的組編列多少人 組的編制 我們現在應該有接近五十個人啦 這個就是這一個組啦 那就是因為確實它是非常重要 那整合了一些現在民建組 住宅主就有五十個人是吧 住宅管理組 那為什麼不要叫做局和署呢 沒有因為局它是 這個局太小了吧 局是三級單位啦 對啊 為什麼不能用二級單位呢 人家其他國家都是這麼重視 都放在一級單位耶 不是啦 那個跟委員說明 因為在整個在組織銀額不能增加的情況之下 我們是覺得這樣安排在現階段 應該是可以達到任何 那你一個組是要編制多少人 一個局要編制多少人 你們內置部人很多耶 你管理一個組就五十個人是嗎 不是 那組呢 我們組有 我記得是兩百多啦 就是整個國土管理署 國土管理署 對啊 那你住宅 你家一個住宅有那麼困難嗎 兩百零三個啦 你們號稱說要做什麼 社會住宅 國民住宅 這個將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環耶 你們有沒有日心要推動 就看你們這次主書法的編制是怎麼樣 跟委員說明齁 這個當然內政部 他是主管政策跟法令 那真正執行 都是在地方政府 我知道 可是你們中央要有規劃 地方政府真的到現在他們還摸不著頭 不會啦 現在很清楚 因為我們有 一百零一年到一百 怎麼不會 你們土地給他們 他們都不曉得這個住宅怎麼蓋啊 社會住宅怎麼蓋啊 怎麼 沒有啦 他們都很清楚 你們都依賴建商 我覺得住宅 一個國家的住宅 不能那麼依賴建商 國家應該有一個基金要來規劃 我們部長也承認說要弄一個 也贊成弄一個公法人的制度來推動啊 對不對 部長你曾經講過嘛 那現在呢 現在你們要怎麼處理 原則上因為在現在的住宅法通過的 你這些弱勢的 這些老人將來很多耶 年輕的 還有單輕的 跟委員說明齁 這個未來是 大部分都會跟NGO 就是我們的 一塊地 給建商 然後來期盼他們 挪一部分出來 然後這個部分呢 又沒有人去規劃 沒有人去管 那那那那像 算什麼什麼推動 什麼社會住宅啊 社會住宅現在是 蓋出來是 當然地方政府 那個委員很清楚 台北市有兩塊嘛 那這一個 新北市有三塊 可是好市長說人民反對他就不蓋啦 是這樣子耶 不是 他就是說他繼續要說服 非常完整的東西出來嘛 這個 讓地方有 有 有依可循嘛 你現在沒有啊 有啦 我們有方案嘛 我們有一個社會住宅 短期實施方案 我是比較希望說 你像國外這樣 那你有一個工法人嘛 這樣來管嘛 對不對 我們李部長很清楚啊 你要推動這個單位 推動這個工法人 推動這個社會住宅 用一個工法人來管理 這樣不是很好嗎 那還有一個基金 你不要一直靠 靠這些廠商 靠這個建築商 他們一定要賺錢的嘛 那你國家有這個責任啊 對不對 部長 部長你講話 我想 社會住宅真的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啦 要蓋 當然我們會持續朝這方向再努力 另外一個是個分配的問題 事實上我們也在開始 從租屋平台的您剛剛指教的工法人 希望可以用這樣方式解決一部分的問題 是不是來修住宅法 那個要修住宅法 住宅法才剛剛修好 這個工法人這個部分齁 我曾經提啦 你們政府出資一億 那成立財團法人 那由政府再來提供一百億的資金來推動 不要一直靠廠商 靠建商 你覺得這樣子怎麼樣 我想 當然這個 每個國家 因為國情不一樣 有些國家是的是有工法人 那我們台灣有沒有辦法這樣子做 我們會審慎考量 部長一上來 學校也要把他當作住宅 軍營也要把他當作住宅 都公共的 沒有行動啊對不對 行動我要 那你在十年也在討論這個事情 不是不是不是 我現在已經開始 在從這個NGO 從法規 從各方面在解決 不是說我 我才上來一百天 我要有時間來去做消化 那你什麼時候 我是覺得說行政院主書法這個最好的點 你把住宅兩個字放進去 有什麼不可以呢 有困難嗎 是因為國土規劃署裡面 它不只住宅 它有國土規劃 有 就把他住宅放進去 有什麼困難呢 我們有一個已經播出四分之一的人力的負責住宅 我想我原來 那個層級不夠 層級不夠 你一個主政的層級不夠 你將來要協調很多事情 我知道 但是上面還有一個內政部在做協調 也不是說營建屬一個層 它就有辦法解決 它也解決不了 我是覺得 你們如果真正重視這個問題 住宅就是要放到一個比較高階位的啦 層啦或是局啦 或者是你你就是住宅 國土級住宅層 住宅層嘛 這樣沒辦法嗎 目前因為 你要變成三級單位 其實我們是在原額被 在整個原額是挪不出來 因為它的整個總量是管制的 我們也非常願意放一個局 但是我們就是沒這個空間 那意思是說 根本沒有辦法把住宅兩個字放進去 到署或者是局的位階嗎 我們在國土管理署裡面 住宅是我們非常重要的業務 我們會把這個法令、法規、政策 這個NGO、民間團體 我們會一步一步把它定下來 好啦 我本席會會提出修正啦 你們考慮你們再考慮看看 謝謝 主席 麻煩再給我兩分鐘 我想那個警政署 署長 警政署 署長 現在台灣 一百年警察局 受理的失蹤人口 有三萬多人 那這個分自願性走私 兩萬多人 非自願走私是一萬多人 可是呢 82年到一百年 發生失蹤人口為多少 你知道嗎 66萬 這很難 失蹤人口怎麼台灣才兩三 兩千三百萬人口 失蹤人口一年 這個幾年才失蹤這麼多啊 你們這個協巡的業務好像 委託啦 兒福聯盟 委託啦 這個老人福利聯盟 在做協巡對不對 每次有失蹤人口就是報到那邊去嘛 我們自己也有 那這些呢 對啊 你們也有警察在協巡啦 可是呢 你警政署就砍起這個協巡的這個業務 可是找回很多都是非自願失蹤人口嘛 警政署這邊 那在二十小時內 非自願 非自願性失蹤 大多都是可以在二十小時以內尋獲的啦 可是呢 我相信 這個我也相當肯定我們警政署齁 可是警政署每次開這個記者會 公佈協巡的結果齁 你們的 警政署的人員的尋找非常辛苦 可是呢 在 協巡業務有警政署哪個單位在負責現在 總共有幾個人力 我們有戶口組 戶口組是不是 另外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小組是有借掉幾個人 專門在 在為了失蹤人口 其實這個 這個失蹤人口齁 有包括這個 郵民啊 什麼安置機構的這個這些東西 要整合哪些哪些單位 社政衛政法務部及相關電信業務網路業者的協巡 協助 你們才有辦法去協巡 可是我發現齁 你們在法條裡頭根本 在 在組織法裡頭齁 在機關 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法裡頭的第六條第五大項齁 有警備、警戒、警衛、治安 是不是可以加上協巡及安全維護事項 本期會提出這個修正 因為協巡這個東西 非常非常重要 必須要很多部會來做協巡 我希望說來做溝通 我們是不是從保安警察隊下面來說一個專責單位 或者是一個小隊或者是一個中隊 署長你覺得可循嗎 這個 如果在 您講的是保警總隊 因為保警總的任務是完全不一樣的 每個總隊有各有各他的任務 那這個協巡工作還是要像現在這樣子 是在我們戶口組裡面的一個單位 但是我們新的組織編制 我們戶口組是跟保防室已經把它合併了 可是我剛剛說這個非常複雜齁 卡到設證、位證、法務部及相關電信業務、網路這些 你一個戶口組可以這樣撐得了嗎 因為在各縣市警察局 還有分局都有戶口 目前都有戶口單位 所以我們警政署不是說這些事情 都有我們警政署這個單位的人自己在打電話 自己出去找 他也是交給各單位來辦 這個專業人力啦 要受訓啦 要教育訓練啦 還有民間團體的這個窗口的合作啦 還有失蹤協巡警察人員的教育訓練工作 都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你說專關一個戶口組可以勝任嗎 我認為這個失蹤人口這個任務我們是可以可以勝任的 因為在目前來講 所以你們六十六萬人到現在還找不出還有很多人在失蹤欸 這個詳細的數據我要回去再確定一下 我們是希望說齁 設一個專責單位來處理啦 本席會提出一個修正的動議出來 你們你們 不過不過跟委員說明一下 因為現在齁 每一個業務到一個專責單位的話 那我們 你們就沒辦法 沒有沒有 我我只是在齁 我剛剛講的 你們的第六條的 第五項加一個協詢兩個字 好不好 我們之後我們再來 我再來跟署長這邊再來 再給你們做參考